其实事情我们还来看的是借由科技的帮忙 这虱目鱼的鱼鳞在以前一定是当作废物来处理 不过现在垃圾变成了黄金 有业者萃取了鱼鳞里头的胶原蛋白做成了面膜 结果摇身一变成为了高档的保养品 这一片面膜要买200块 不在脸上的面膜看起来跟普通的没什么两样 其实不然它可是用透气度高的蚕丝做的 里头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竟然是从一堆堆灰白色的鱼鳞中萃取出来的 现取的新鲜的鱼鳞 然后用混入机的货瘾车货货瘾车送来 业者说新鲜的虱目鱼鳞 得经过24小时的清洗 把杂质去除直到鳞片经营剔透为止 萃取出来的胶原蛋白纯度高达96.62% 它比较没有我们所谓的 人序共同病毒的一个困扰 它的温泽量非常小 小到只有1000个道尔顿 业者说牛皮萃取出来的胶原蛋白 分子量是30万道尔顿 猪皮10万个 生物于分子量最小容易被吸收 用在面膜上可以充分发挥 美白光滑又弹性的功效 不过薄薄一片可要价220元 TBS新闻顾手昌 探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